各位,這裡有一個視頻顯示在加薩地帶 哈馬斯拔了很多地下通道 這跟越戰時代一樣 越共也在越南掘了非常多隧道 今天的隧道和當日在越南真是天然之別 這裡我關了聲音 這是其中一個入口 入口相當隱蔽的 跟地面相同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隧道是有石屎做襯托的 因此在隧道內可以不受外面 這裡有一個電視機 換句話說,他們都安裝了各種不同的設備 知道有沒有人進去這些地方 現在根據有消息說 已經掘了數百公里的隧道在地底 以色列說現在的問題是在上面有平民 平民下面有些隧道 隧道裡面有些哈馬斯 就說哈馬斯用巴勒斯坦人作為人人獄盾 當一個軍隊完全沒有任何道德的情況之下 就覺得我要掃除下面那層 自然上面那層要掃除 於是就不管三七二一 在地面攻擊暗之類 其實完全沒有顧及平民的死亡 這當然是一個不對稱的戰場 我們已經說了很多次 以色列那邊是一個軍隊 有各種裝備 而另一邊,哈馬斯那邊 就可以說 不成氣候 一都沒有 槍可能可以在市場賣到一點 但在軍力上 和以色列不能相比 在這種情況之下 自然要想一些非對稱的手段 非對稱手段 即是說 我在地面不夠你打 那我就捐到地底 然後利用多角度 知道自己的通路是怎樣 各種的優勢來作反抗 所以在加勒地帶下面 就有一個非常龐大的City Below City 一個城市下面的城市 這個城市下面的城市之間 對以色列軍隊來說 就有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說回來 如果以色列肯和巴勒斯坦人共存的話 不要把巴勒斯坦人趕盡殺絕的話 其實一個兩角方案 是一個非常好的結果 當巴勒斯坦人 有一個生存問題的時候 當然我們會看到 在地面上有很多平民 是非常淒慘 因此這些平民 自然就會生產到一些 願意用自己的血肉 去抵抗一個侵略者 這些人會組織上來 變成今天在加勒地帶的哈馬斯 既然軍力不對等 自然就會選擇用不同的戰爭方法 所以其實在戰場上 表面上好像佔很大的優勢 很多時候因為這個不對稱問題 以色列人會想到一些東西 當然以色列也知道 也在邊界開始掘一些 所謂防止隧道掘過來的設施 但是哈馬斯似乎一樣可以避開這些方法 一樣可以掘個隧道 走到以色列那邊 甚至曾經把以色列軍人捉了 作為人子整個五年 換句話 這種掘地道方法 其實在越貢時有用 今天在哈馬斯那邊一樣是有用的